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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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做傻事啊 大皇子 你忍耐一下 我马上去请大夫 我这是多年的老毛病 一般民间的大夫没有用 我要用宫中御医所开的药发 但是从这里到应天也没有办法一天来回啊 要等到御医怎么来得及啊 我还是先去请大夫 看能不能暂时减轻大皇子的病情 大皇子 快 快把药给我 快把药扶下 快把药扶下轻大夫也没有办法一天 快把药扶下轻大夫也没有办法一天 就会被托足量的药丹 微臣担心大皇子的身体状况 在得到皇上的允许之后 在这项眼来替大皇子调养身体 没想到御医这么关心本皇子的身体 大皇子的身体 多年来都是由微臣来调养 微臣早就将照顾大皇子的身体 当成此生最重要的事情了 那本皇子的身体 就请御医多费心了 这是微臣应该做的 大皇子 此药对调养身体有很大的注意 千万不可提药 谢谢你 大皇子如果没有别的吩咐 微臣就先退下 有主 替我送御医 是 苏御医 请 谢谢 月瑶说我这个气喘并不像是病 难道是这个药有问题 苏御医怎么会知道我要来泰州呢 大帝 皇兄 你怎么来了 当皇兄有什么用呢 连心爱的人也保不住 来眼睁睁地看着他嫁给别人 这个朱爽实在太不像话了 如此趁人之伪 真是丢尽我们皇族的脸 我真是想不到朱爽会这么的大胆妄为 我看他也不是什么好人了 不 皇兄 其实二弟本性不坏 我想他会做出这种事 都是虎卫庸在旁边怂恿他 说到虎卫庸啊 我就满肚子火 他居然说不认识我这个大皇子 我早该知道他有问题 亏我还一直把他当成好人呢 皇兄有所不知 这个活庸在朝中 阴狠是出了名的 阴狠出了名 我住院会输给他吗 我就不相信我斗不过他 是活庸这么地帮二弟 到底是为什么 不管是为了什么 反正他抢走了月瑶就是不行 大弟 难道我们就这样忍气吞声啊 既然如此 我召回宫请父皇定夺 没有用的啦 你 我朱爽全部都是爹的儿子 他有可能叫朱爽不要娶 而让我们娶吗 这 大弟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联手 才能够把月瑶给抢回来 别人手 你是不是认为 我没有资格跟你谈条件啊 走到这个地步啊 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想要抢回月瑶的话 也只有这步棋可以走 什么棋 我告诉你 想要得到聚宝盆啊 光靠月底还是不够的 还要我手中的这个昊天秘法 昊天秘法 这个是敬铃家藏真阁的关键 旗宾相爷 已经遵照指示 把药给大皇子服用了 蛮好 你可以先回宫了 是 大姨家 大姨 刚才你说的 依照指示用药 是什么意思 二皇子 这件事 待会我再向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说 我要听太医的解释 你说 你来泰州有什么目的 依指示用药又是什么意思 这 这儿没你的事了 先下去吧 是 大胆 本皇子准你离开了吗 快走吧 有事我负责 是 快走 胡卫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有把本皇子放在眼里吗 我全都是为了二皇子 够了 别说了 我已经忍受你很多借口 更谎言 你口口声声说 要帮助我得到皇位 全是谎言 从前到现在 我哪件事不是为你着想 像这次抢亲的建谋 也是为了你 我没告诉你 是因为你太年轻 我怕你知道后会沉不住气 说来说去 你就是看不起我 因为你觉得我很无能 一旦哪一天我真的继承皇位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当摄政王是吗 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那 那是什么意思 这也不能说 那也不能说 本皇子只能照你的意思去做 我不是傀儡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干了 我要回宫去 当我自由自在的皇子 我不喜欢什么皇位 二皇子 你从小到大 哪一次被人欺负 不是我替你出头的 皇上冷落你们母子 是谁一直支持你们 照顾你们母子 是我 是我胡为佑 难道这些 还不足以让你信任吗 谁知道 这是不是你的野心手段 就凭你几句话 我就要相信你吗 那我要怎么做 你才会相信我 我要知道全部的布局 好 既然你坚持要知道 我就不瞒你了 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在同一艘船上 你想知道什么 我要知道 刚才太医说的 医指示用药是什么意思 好 那我就实话实说 大皇子的弃喘病 是太医让他长期服药的结果 因为只要大皇子过世 按照顺位 就是由你继承 所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大哥的病 其实是中毒 我胡为佑做事情 一向是未打目的 不择手段 为了成就大事 有些事是不得已的 难道 一定要害死自己的大哥 才能得到皇位 二皇子认为 唐太宗可是位明君 当然 贞观之志 为难得之盛事 文功武略 无人能及 若没有当初的玄武门之变 又何来之后的贞观盛事呢 在我看来 大皇子的个性 说好听点 是忠厚仁慈 实际上 根本就是软弱 这样的人 将如何成为个明君呢 在我眼中 你的能力 绝不输给李世民 你又何必自屈于人下呢 在我的心目中 你是最适当的皇位继承人 为了创造大明盛事 有些事情不得不为呀 相爷 你的眼光真的这么准吗 我胡为庸月人无数 相信这一次 我也不会看走夜 相爷 这件事要是被发现了 可是要抄家灭族的 可是要抄家灭族的 为了你 我义无反过 给我看你 有点爱 有点爱 想要走夜 去爱陪我 我願意 爭寂 想要走夜 有点爱 来 这下请不过 看她的话 他送她 一把他送她 这件事要是被发现了 可是要抄家灭族的 为了你 我义无反应 相爷 过去诸爽 不了解你的心意 我但不听你的谏言 还处处跟你作对 是我对不起你 你起来 快起来 只要你不误会我 了解我的忧心就行了 请相爷放心 我一定谨遵相爷的教诲 绝不枉费相爷的用心 总算我十多年来的苦心 没有白费 为了将来 我会全力栽培你 只要我们俩联手 大明皇位 绝对是非你没收 将浩天密法与玉笛相配合 而且要在每月十五月圆的时候 才能够开启藏真阁 你说 我手中握有这张王牌 有没有资格跟朱爽谈条件 当然有 这藏真阁机关设计如此复杂 我想这里面必定藏有西式珍宝 传说中的聚宝盆 一定就在里面 所以浩天密法跟玉笛 就像是纸跟笔一样 想要开启藏真阁 是缺一不可 那皇兄来找我结盟的目的是 当然是因为月瑶了 依我看 朱爽要取月瑶不过是个借口 他想要利用月瑶 取得浩天密法 最终的目的还是凌家的聚宝盆 所以目前能够救月瑶的 只有靠这本浩天密法的 想不到皇兄对月瑶 真的是用心良口 因为我跟月瑶的感情 彼此今有了约定 我哪能不顾他的死活呢 不过 现在就多了一个活用来搅局 这个人这么阴险 我们两个脑袋加起来 也不是他的对手 这也未必 因为胡威雍 有把柄在我手上 只要我拿出这本账策 我就不相信胡威雍 还能猖狂到什么时候 那么 我们的一面还挺大的 月瑶 嫁嫁嫁到二皇子那里 我知道怎么样了 我知道二皇子 有没有好好的疼爱他 雷渊外 咱们愁眉苦脸的 你的宝贝女儿林月瑶 鲁军嫁给了二皇子 来生美事一桩 你们可以说是皇亲国戚 这应该是要高兴的 你为什么在这叹气呢 相爷 尊驾列临 我知今日来是 我今儿来 是想跟你谈个条件 谈条件 只要条件能谈成 我不但保证以后 你们林家能够永保安康 也能免去为了区区身外之物 终日提心吊胆 恐将招致杀身之祸的恐惧 相爷 你 你说的身外之物 不知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林夫所收藏的 天下奇珍 聚宝盆 我们林家根本没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林月外 只有你我在场 说话就不必拐弯抹角 我就有话直说了 当年沈万三 就是因为拥有这个聚宝盆 才能成为精灵首富 后来却因为太过张扬 而招致皇上抄家之罪 我知道呢 你与沈万三交情匪浅 沈万三知道自己一定会死 于是在发配冰疆前 将聚宝盆托付给你 这件事情 你以为瞒得过我胡为庸的法眼吗 哎呀 相爷冤枉了 当初啊 我跟沈万三 虽然交情很好 但是自始至终嘛 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聚宝盆哪 胡说 这件事情绝非空穴来风 林月外 也不承认也没关系 不过现在知道 你府上藏有聚宝盆一事 已经传着是漫长风雨了 就算你想隐瞒 恐怕纸也包不住火了 相爷 我林府里并没有聚宝盆 就算外面有再多的谣言传说 也与我无关哪 这么说有道理 不过也别忘了 你的宝贝女儿林月瑶 现在在百殿居 也就是说 你女儿现在在我手上 你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 我这是要你手上的 好天秘法 这这 你怎么知道我有什么 好好 我为什么会知道不重要 重要是你女儿的性命安全 林月外 人家说青情大过天 你怎么可能为了保有一个 山外之物聚宝盆 而毁了你女儿一生的幸福 相爷 你竟然用月瑶的性命 来威胁我 你的心不会太狠了吗 林月外 这怎么会狠呢 你要知道 现在有很多人知道 聚宝盆在你的手里 所以现在聚宝盆对你来说 已经不是宝贝 而是一个祸馆 以你林卓君一个人的力量 不但保不住聚宝盆 它会招来杀身之祸 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你把聚宝盆交给我 不但可以免去怀弊之罪的危险 还能得到二皇子的避业 让你的宝贝女儿 享尽皇妃之福 还有 让你林家能有财有势 又能成为权贵之门 你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别再犹豫了 林月外 你要知道 事实物者 为俊敬 你女儿的未来 是享尽荣华富贵 还是受尽灵卤而亡 就在你一念之间了 好 好 我告诉你 套天秘法 我已经交给我女儿月瑶了 奇怪 自从我来到这里 他们就把我关在这个房间里面 不但没有备堂 这里的布置也不像西方 既然如此 朱爽为什么急着要跟我成亲 真是奇怪 不管那个朱爽到底在想什么 他如果敢对我怎么样 我就 进来 月儿小姐 怎么样 这个房间还喜欢吗 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 像百雁居这种小地方 怎么可能适合林家千金大小姐呢 不过你放心 等我带你回皇城去 你不要过来 帮你再上帮你回皇城去 如果你还喜欢你 你再上帮你和我 你再上帮你 我再上帮你 家的帮我 我再上帮你 我再上帮你 我陪你来 我再上帮我 我们再上帮你 我再上帮你 你再上帮你 我再上帮你 我再上帮你 你不要过来 月瑶小姐 冷静点 不要做傻事 你不会是个 不懂武功的弱女子 你伤不了我的 好了 别闹了 把刀子给我 中双 你错了 你是皇子 我要是伤了你 我就会有灭族之罪 我令月瑶做事没那么笨 不会去连累到我的家族 这刀 是用来对付我自己的 你现在又想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最好不要碰我 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到时候 你所取到的 就真的是一具尸体 好好好 我知道 我知道了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原来是为了这个 你在笑什么 我是说你想太多了 其实从头到尾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既然如此 为什么你要跟我澄清 而且还这么急 就像是抢亲一样 抢亲 说得好 说得妙啊 这的确是抢亲 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意 你想知道原因的话 就去问胡威庸啊 胡威庸 是啊 这一切的计划都是胡威庸主导的 是他要我赶快把你取进门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们没有拜堂 也没有看到喜房 这你不需要觉得奇怪 因为我们只是迎娶 并非拜堂 所以不需要布置喜房 再说 正式拜堂 也必须要有林家的人 在场才行啊 对了 正式拜堂的日子 就定在十五 胡威庸已经派人去安排了 但是如果你很急 如果你急着要跟我成亲的话 没关系 我可以马上派人去通知你爹 请他们提早过来 不用了 谁要提早跟你成亲 跟我想的一样 你就安心住在这里 我还有事不打扰呢 好好休息吧 奇怪 为什么要等到十五才成亲呢 十五 是开藏真格宝库的日子 难道朱爽已经知道浩天秘法的秘密了 现在该怎么办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他能扭转目前的困境呢 他能扭转目前的困境呢 朱爺啊 来得正好啊 快快快 快来帮师傅切菜啊 今天要炒的菜很多啊 我忙的都不能做自己的事了 怎么都找不到呢 怎么都找不到呢 我也没换地方 怎么都找不到 师傅 师傅 你有没有看到我那本浩天秘法 师傅 高闭师傅 你没事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啊 我耳朵我 在这里了 师傅 我问你 你有没有看到我那本浩天秘法 什么法 浩天秘法 你说浩天秘法啊 你说浩天秘法啊 对啊对啊 没看到 怎么可能呢 全天下也只有你跟我 知道他藏在哪里 现在我找不到 而你说你不知道 这不对啊 嗯 师傅 你一整天都在厨房里 不可能会有别人进来 把浩天秘法给拿走啊 除非 除非浩天秘法是你拿走的 啊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 哎 别装算啊 明明就是你 快把浩天秘法拿出来 哎呀 你这人怎么这么烦呢 我已经跟你说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了 哎 师傅 你不要太过分了哦 快把浩天秘法给拿出来 要不然我就对你 哎 想怎么样啊 你这臭小子啊 老闹我都还没问你 你敢这样对我大呼小叫呢 说 你今天一整天都上哪去了 为什么一回来 就急着找浩天秘法啊 我 我 你怎么样 好好好 我说我说了 我 我只是 我只是想要看一下说 看看里面的内容 嗯 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啊 哦 打发时间啊 你得耍我呀 你大字 不是几个 成天只会到处乱跑 会想看出打发时间 嗯 你给我老实说 哎 狂头好头 会断掉你放手啊 好好你放手 你放手我就告诉你 快说 我 好了好了好了 我说嘛 我 我 我是去找我大弟 啊 你去找朱镖做什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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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是想说 要跟我大弟结盟 一起来对付我二弟朱爽 哦 那这跟浩天秘法有什么关系 这 这 这个 这 到底怎么样啊 男子汉大丈夫 说话爽快一点 别拖拖拉拉的 好好好 爽快就爽快嘛 朱镖 他说 我又没有什么条件 凭什么跟他结盟 所以我才 哦 所以你就拿浩天秘法 去跟他谈条件是吧 对了 就这样了 哦 就这样啊 嗯 你脑子坏了你啊 人家林小姐这么信任你 才把林家最重要的浩天秘法 交给你保管 你就拿去跟别人换条件 我也没办法啊 谁叫我是一个有名无权的皇子呢 你以为我很愿意跟朱镖结盟吗 哦 你呀 年纪轻轻的 好都不学 学人家什么结盟 当初老闹我会帮你 是看在你这个年轻人 心思单纯很善良 想不到现在为了一个女人 却跟那些争权夺利的皇子们结盟 你呀 没出息 没用了你 王妃老闹我一片苦心 嗯 我这么做有什么不对呢 嗯 自从我进宫当了皇子 奉命来到泰州之后 我遇到什么 我每天都被人家欺负 每次都被人家瞧不起 我也是个皇子 为什么都是我被欺负 从今天开始 我要开始反击 你要反击 也不能用全毛用心机 去跟别人斗争啊 全毛和心机算什么呢 我连我心爱的人都保护不了 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手段 什么方法都不重要 我不管什么全毛 什么心机 我只想把月瑶给救出来 如果跟朱镖结盟 就可以把月瑶救出来 我就跟他结盟 什么聚宝盆 什么浩天秘法 我都不管 我只想要月瑶 我要月瑶了 佛祖啊 难道老那我 真的要眼睁睁的 看到一个原本单纯的年轻人 因为受到环境跟人的影响 渐渐迷失他善良的本性 好 林小姐 是你 怎么 在这儿还习惯吗 有什么话就直说 不必拐弯抹角 好 爽快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我想知道 浩天秘法的下落 浩天秘法 你怎么会知道 我已经去过你家 也见过你爹了 你对我爹怎么了 哎 放心 我没对他怎么样 你爹是自己愿意跟我配合 这浩天秘法 还有聚宝盆的事情 全是他亲口告诉我 这怎么可能 这些事 我爹是不可能会告诉外人的 你骗我 说 你是不是对我爹不利了 哈哈哈哈 我没骗你 我只是把事情的厉害得失 分析给你爹听 毕竟啊 他的女儿在我们手上 你爹为了女儿的终身幸福 自己愿意跟我配合 就连浩天秘法已经传给你的事情 也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唯妖 你真是个卑鄙小人 哈哈哈哈 只要你告诉我 浩天秘法究竟在哪儿 你想怎么骂我 就随你痛快了 哈哈哈哈 好 我告诉你 浩天秘法并不在我身上 我爹没有把他传给我 他是骗你的 岳阳小姐 我认为 林卓君为了女儿的性命 跟终身幸福 应该不可能骗我才对 你 这浩天秘法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一定不会放在家里 更不可能戴在身上 我想 这有一个可能 你把它交给了一个 你最信任的人 朱燕 你猜得没错 我确实把浩天秘法 交给提调官朱燕了 有办法 你就去找他要啊 好啊 我就要去找他 你快去啊 别在这里惹我 我看到你都讨厌 你以为我说的是哪个朱燕 啊 我忘了 我说的那个朱燕 你都叫他阿友 你说什么 我说的就是那个阿友 岳阳小姐 你要想清楚 那个跟你感情很好的阿友 要是为了浩天秘法 也有什么三长两短 可是你害的 原来阿友 他真的是中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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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我的月瑶抢走 为什么我跟月瑶 没有办法在一起 哎呀 好了 别再难过了 把一个大男人的这样不好看嘛 师父 我心里好难过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 哎呀 哎呀 本来师父我呀 是想要帮你 保管这本浩天秘法 那么那些 有心抢走秘法的人 就不会伤害你 哎呀 可是啊 我现在看到你 为了林月瑶这么痛苦 师父我算是啊 被你这真情感动了 哎呀 嗯 这本秘法呀还给你 以后你的命运会怎么样 一切啊就看老天安排了 嗯 靠天秘法 那么我就可以去救月瑶了 我可以救月瑶了 阿弥陀佛 哦 佛祖给你加持 啊 希望啊 佛祖能保佑你 让你啊 化险为夷 早日把心爱的人哪 带回来 啊 多谢师父 多谢师父 哎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啊 你对我这么客气 我不习惯啊 行了快去吧 老大我要忙我的事了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吵吵闹闹的 啊 莲花天师 啊 不是啊 就刚才我在切菜 我就 还能 主意 求佛 以我所爱 风吹好温天 我本人 将鬼所平 啊 и 因为 你 来 你 我们 你 主意 哎呀 糟了 怎么会这样啊 老大我的身份 现在又不能被师父 我要怎么出救救朱燕啊 哎呀 这下麻烦了 他 对 我也有办法了 我剁头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我剁 让我剁 Lots 不好意思 我是说错了 嗯 糟了 朱燕这小子死定了 老大我要怎么救他呀 奇怪 朱燕刚才明明是跑来这里 怎么没看到人呢 朱燕 你去哪里 快出来 赵昆海 天尊 你怎么会在这里 刚才本天尊 听到吵吵闹闹的声音 并天尊 其实是因为属下在此 发现我的仇人朱燕 他出现在我们太买关了 朱燕 没错 朱燕跟他的母亲李素贞 设计陷害我们两兄弟 我大哥赵昆山 被他们害死 才让朱燕能够顺利进宫 所以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仇人 复仇血恨 朱燕 为什么会跑来太白怪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 人属下与他交手的时候 看到他手上拿了一本书 我只与他藏在太白灌里 是否有关联 一本书 是什么样的书 你可记得书名是什么 这书的上面 好像写了四个字 好像是浩天秘法 浩天秘法 朱燕竟然有浩天秘法 有竹见过大皇子 有竹 你来了 大皇子 你找有竹来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刚才朱燕来找过我 说要跟我结盟 共同对付朱爽 朱燕 大皇子 你有答应他吗 本来我是觉得 朱燕的背后 并没有势力撑腰 与他结盟 对我并没有好处 但是因为他手上 有打开林家 藏针阁的关键 浩天秘 我想这可以跟胡为雍 谈条件 所以我就答应跟他合作了 浩天秘法 这 大皇子 在下觉得这件事 我们还要仔细考虑 你的意思是 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手里 有朱燕的浩天秘法 但即使如此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跟胡为雍谈条件 毕竟他们那边 还有古玉笛在手 要打开林家的藏针阁 古玉笛与浩天秘法 是缺一不可 所以任臣说起来 现在我们双方 只是势均力敌而已 以胡为雍的老摩身算 他不会这么轻易地 跟我们谈条件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们掌握 更有力的王牌 让胡为雍心声顾忌 才可以牵制他 让他不得不 跟我们谈条件 接受我们的条件 更有力的王牌 大皇子 其实现在我们手里 已经有了这张王牌 只是还需要多费心 多用点心机 你的意思是 难道你是指 没错 就是林卓军 献上的那本账册 这本账册里 记载了所有太州府 官商勾结的资料 里面更有胡为雍 如何结党淫私 贪污受毁的证据 只要我们立刻去调查 账册上所有的贪官 搜集更多的证据 到时候 就不怕胡为雍 不得不乖乖地 跟我们谈判 刚才你不是说 有个火头师父 为什么这里空无一人 炳天尊 刚才属下就是在这里 发现朱燕 而且我跟他交手的时候 那个和尚 的确是假借做菜 又暗语在指点朱燕 和尚 你说说看 那个和尚长什么模样 炳天尊 那名和尚长得高高的 身材魁梧 需要灰白胡须 穿着僧衣 但是看起来不太正经 细皮笑脸的 不像个出家人 听你刚才的叙述 这个和尚应该就是 护国大法师高斌 高斌 高斌 我听灌内的弟子 也是这样称呼 那个和尚 想不到他竟然是 护国大法师 这个高斌 真不简单 竟然一直藏在太白灌里 到底有什么目的 难道是朝廷已经发现 我们重庭就要埋伏在太白灌中 派他来打探消息 不可能 朝廷里有本天尊的心腹 如果朝廷有意义 要剿灭太白灌 我不可能不知道 可见高斌 并不是为此而来 那么高斌 他是为何而来呢 这一点 本天尊一时也想不透 难道 难道 会是为了方玉堂 什么 好 没什么 好 那你 是 你 我 未来 我 你 我 我 那么高冰又是为何而来呢 这一点本天尊一时也想不透 难道是为了方玉堂 天尊 如果是这样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做 既然朱雁跟高冰可以自由出入太白贯 这就表示太白贯已经不安全了 此地不宜久留 而且本天尊也已经找到林家 藏匿聚宝盆之处 太白贯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赵空海 将所有的人质 以往九连洞 不得有误 弟子遵命 朱雁 朱雁 想不到昊天秘法 竟然会在你手上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何来全不费功夫 接下来你就等着瞧 看本天尊如何对付你 如何取得昊天秘法了 幸好老大我听着声音赶紧溜了 不然我就惨了 看来此地不能再待下去 我得赶紧离开 朱雁哪 你这臭小子都是你 害得我不能继续留在太白贯里 我现在就去找你算账 你即刻拿着账策去调查账策上所记录的每一条账目 务必要把胡为庸违法贪污的证据搜集齐全 大皇子请放心 有竹一定全力以赴完成这个任务 大皇子 奇怪 陆有竹怎么那么急得出去呢 大帝 皇兄 你派他去办什么事啊 因为最近我身体不太舒服 有竹说他知道一种民间流传的捕身秘方 所以他为我去药铺抓药了 这样啊 大帝 你身体不太好 自己要多保重哦 我知道 多谢皇兄关心 好了 皇兄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没有了 刚才去太白贯的时候 被赵昆海的脚给踢了一下 赵昆海 通天教的副教主 他怎么会出现在太白贯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 那个太白贯的什么莲花天师 根本就是赵昆海假扮的嘛 什么 你说莲花天师是赵昆海所办的 对啊 先前我就觉得 这太白贯根本就有问题 这么说来 灵府闹鬼之事 应该也是通天教在暗中兴风作浪 对啊 他们啊 就是利用弥香去控制岳瑶他娘 把岳瑶他家害得好凄惨哦 这个通天教真的很可恶 好 我立刻修书一封 飞鸽传给四弟 要他赶快带兵前来剿灭太白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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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他的武功啊 非常的高强 找他就没问题了 上一次啊 他攻打通天教 连赵昆海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这次啊 让他派兵围剿太白贯 一定可以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也算是替我报了这个仇 皇兄 你怎么会知道四弟上次攻入通天教 去拿赵昆海的事情 哎呀 这还要说吗 因为我当时就在现场啊 你在现场 呃 不是了 不是了 我是说 我有听到当时在现场的人说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太快 我说错了 原来是这样啊 大帝啊 先不要管通天教的事情了 你看 我把什么带来了 浩天秘法 对啊 浩天秘法 里面记载什么十五 每月十五月圆那个 我上次跟你说了 其他的 我都看不懂 你读过书比较有学问 你帮我看一下 好 喂 师父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 哎 像我这种得道高僧 高手中的高手 一定要做到 来无影 去胡纵 所谓的 身不治 鬼不绝 这样才能复合我的阶级 什么阶级啊 沉寂妙寸 高兵大法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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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兵师父大驾光临 有诗愿意 请法师多多包涵 啊 啊 啊 大皇子啊 你不用客气 其实老闹我来啊 是要找这个臭小的困兆 对啊 好痛 好痛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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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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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風 今晚所愛的 風吹好過天 昏倒過 將幾首飄 世間啊 無影彎彎 春季無聲彎 月亮 無霸氣暗 nooom 那時紅火 有暱養彩 賣乳路水凌 船風帶路燉 船簾的水晶一繩寶 乒天孤單的心情 最深的夢境